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时代的洪流中 他们有怎样曲折的爱情故事 他们将如何演绎江湖儿女的情深意重 或许正是他们在海报上所呈现出来的那种世事沧桑 据悉 今年5月 嘉章科携江湖儿女重回嘎那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首映后获得全场起立鼓掌长达8分钟 全球各大主流媒体 集权威影评人纷纷交口称赞 且在北美权威评分网站那番茄新鲜度高达100% 故事发端于2001年的山西大同 这是贾张科电影喜欢安排在的地方 在这里 一对恋人横跨近20年 相视于江湖又相望于江湖 乔乔刘涛氏与兵哥廖凡氏是一对恋人 兵哥是当地的地头蛇 奉行着江湖传统 而乔乔则向往婚姻 为了保护在街头都遇袭的兵哥 乔乔朝天明枪 并声称枪支是自己的 被判刑五年 自此两人命运都转 一生很短 只够爱一个人 一生很长 用来找一个人 两句海报宣传语 对焦了两人的一生 出狱后乔乔走投无路 却被兵哥不情抛弃 而兵哥事业低落 且中风无法行走时 乔乔又扛起江湖一起重新接纳兵哥 乔乔身上体现了情意 是现代人身上所缺失的 却又心向往之的 有人选择坚守 而有人选择改变 电影通过不同人的选择 从他们的视角 描摸了社会的动荡 人在江湖中的孵符沉沉 那些细微变化的性格界面 或是时代在个人身上碾过的痕迹 这次的演员阵容和以往大不相同 我们也能隐略感觉出来 假张科对票房的野心 女主角赵涛一大类金像影后加深 这不必多提 而柏林影帝料凡